拒絕盲目跟從 堅持聖經公義 這裡是 門徒公義 各位你們好 我是山後基督徒盼望行動的發起人之一 黎偉賢 新一屆特首選舉將會在2017年舉行 根據831人大決定 特首的產生方法將會由 1200人的選委投票產生 基督教將佔有十值 而在雨傘運動中 我們堅決反對這種小圈子的選舉 而且要求一人一票 進行全面普選 我們山後基督徒盼望行動 延續雨傘運動的精神 拒絕參與這種小圈子的遊戲 並強烈要求協進會 援空基督教選委十值 繼續以不合作運動的方式 進行抗爭 希望大家都支持我們 要求協進會卻援空十值 我是基督徒小教會張大衛 千二人的選委選舉 是打茅波 吹黑哨 是制度暴力 基督徒要說的是 撒旦 退虛罷 教會是不可以同流合污的 抗保留會跟你說 參與才是負責任 他是說得對的 他是政協的 他侍奉的主是共產黨 我們要問我們自己 我們侍奉的主是誰 一個人不能侍奉兩個主 信從神 還是信從人 我們也聽過一些年輕的基督徒 他們會說 千人的選委我們要參與 我們要進去 搞好它 這些說話 抗保禄都說不出口 我們要認真地跟朋友說 這是一個試探 不要自己騙自己 面對試探 你要說的話是 撒旦 推虛罷 你好我是張俊豪 來自可倫社北區教會 我是支持基督教放棄選委實職 為的是表明我們基督教的立場 並且去表達政府所做的不公義 在過去這麼多年 政府所做的都是為著經濟發展居多 但是相反在弱勢社群 甚至在水貨客問題 或者是小店 這些問題都是日益嚴重的 我們作為一個基督徒 就算可能小圈子選舉 都依然會舉行 甚至我們所做的 改變不了結果 但我們作為一個基督徒 我們應該要表明我們的立場 表明政府的不公義 我們所做的 我們都要向神去交賬 所以我希望各位基督徒都一同支持 放棄選委實職 好,回來第二節 今次我們這個 多了兩個嘉賓 因為今次我們會講回 之前十七號的 基督教協眾會的特首選委 諮詢會 我們之前搞了一個呼籲的行動 這兩位都是那天跟我們一齊並肩作戰 介紹一下 包括剛剛加入我們的Kenny Kenny就是負責行動那一邊 那位明明有個任務要發言 但沒有發言的Kenny 還有一位Ben 之前也曾經上過來我們節目的 他被林二樂牧師封殺那位 今次沒有被封殺 可以長所欲言 兩位先打招呼 大家好,我是Kenny 大家好,我是Ben 不如麥克風交給你們 講一下那天的諮詢會 上面有什麼 跟聽眾分享一下你們的感受 先讓Kenny說吧 好,我覺得我們有分組的時間 分組之後我又有回報 整體給我收到的印象 都是支持棄席的大多數 至少過半 小組裡面 講一下小組 小組裡面 你們第幾組? 我是第二組 除了兩位負責紀錄的人 紀錄的有一位就是博士 另一位就是牧師 他們不表達意見 另外的人就輪流去講意見 我們分兩回合 第一個回合就是個別 每個人講他的提法 第二個回合就是 我們每一個人都講有什麼選擇 即是說A選項是怎樣 B選項是怎樣 都要講一輪 接著實習意見 是很系統化 是很清楚的 做得很好 這個博士帶領我們 講一下那些意見 主要有三位 都是比較明確表示要保值 其他七位 大致上都是傾向很明確 或者要氣值 又或者是氣值或者保值都會接受 有兩位大致 即是十個人 差不多有一半支持氣值 三個很明顯支持保值 有兩個就沒什麼所謂 都是傾向氣值優先 所以整體都是傾向那一半是氣值 你那組真的很好 差不多超過一半都是氣值的 真的 所以我們談的時候 就變成我們大多數 即是我們會說得很好 很多討論說出來 我覺得很誇張 很有說法力 那好比我組 我們氣值的那批屬於少數 另外因為我們三位門徒媒體的參與者 都剛剛都在那組裡 所以我們更加可以跟聲同氣地說很多我們意見 Ben呢 你是第幾組嗎 我是第四組 說一下你為什麼會來 那天 我那天 因為除了有人呼籲我來之外 其實這個是基督徒或者市民 社會應該要關注的一個議題 因為任何一屆的特首選舉 我覺得是小圈子或者小玩意的選舉 我覺得是中共去和港共政府去搞這個選舉 是好像做一個show 出席的都是圍內裡的人 都是在代表我們 所以我認為也要出席 要做一個表態和改變 而改變就是基督教這一屆 就是我們圍內這邊 都應該要做一個表態 不應該去再參與這個不公義的特首選舉 所以我也要出席 要做一個表態 你那天好像趕頭趕命 我記得你好像遲了一會兒 大半小時才趕到來 是啊 所以你看到他這次多著急 就算遲到也一定要到 是啊 那你第幾組 第四組 裡面有多少人和立場是怎樣的 大概有十多個人 都是有組長和北陸的 支持棄籍的 我記得大約七個人支持棄籍 七個人支持棄籍 對 這麼多 對 有三個支持保籍 其餘那些就是 其餘那些就是 只有三個保籍 對 其餘那些就是 沒有所謂 留不留 都是尊重這個意見 真的只有我組零射細孤力弱 其他那些組都是 氣直 聲音很大 你厲害 一二一滴重 不是 很辛苦 是啊 你真的不說這句 Kenny 本來那天我們給了一個任務 就是在台下發言的時候 叫他搶咪 去說話 在開始之前 突然加多了一個台下發言時間 我已經趕了 你也記得我已經趕了 應該跟著 分完組 回來 就到你 但Kenny 那天 因為我們早到 開街站 排單張 他來到開街站 問我 Harvey 有沒有寫稿給我 寫什麼稿 你自己準備的 寫完稿給你 Kenny 你真的 因為我之前 你參加了其他 其他的答問會 我以為有些問題 寫完之後 我便輪流發言 有機會搶到 問一些特定的問題 可能不介意了 不過到時候 我本來也想 看看如何參與 一來之前 有各組的報告 我們要說的話 其實組長經驗 幫我們轉達了 所以我們不會重複 那些論據 到了 有些人發表一些事 刺激了我們 要去很積極反應 但可能有自己的 急才 未必可以即時 兜得到他們 這樣 他便歇了 不如就 哎呀 見到旁邊有這麼厲害的 Hawy 他一個 經驗 博了 博了 我就變成 不敢說 就出醜 出醜 高補過 那天搞得我從頭說到尾 從頭說到尾 很厲害 拍了手掌 他說完之後 這些就不要說了 這些就 不過其實 我們從那天的諮詢情況 其實都有一個問題 我相信我們可以談一談 話說其實這十七日之後 其實網上也有人提出了一個問題 叫做 是不是算挑戰呢 就是挑戰呢 就是那個問題 就是這樣說的 那些人 就是問回我們支持 氣勢的那些人 他們就是這樣說的 既然把這十足 說到這麼重要 覺得參與就是不公義 不公平的 但是他叫我們看回今天立法會的功能組別 他們叫我們看回今天立法會的功能組別 他們就說 同樣 也是一個特權 小圈子的選舉 不公平 又不公義 如果按照我們的標準來說 作為基督圖 是不是應該都要放棄 這個功能組別選舉 就是覺得如果我們繼續參與 或者投票的就是雙重標準 這樣 你們怎麼看 Eric先說 Eric在這裡沒有說 沒有機會插嘴 因為他那天沒有來 你先說 好的 我的看法其實不是說 應不應該參與 應該放棄什麼權利 其實是一個見證的問題 你說立法會的功能組別 誰都知道他組成的投票 或者參選權都是不公平的 其實我想說 我想參選 其實都不能參選 因為我又不是區議員 我又不是什麼商會的代表 我想參選都沒有辦法 你說投票的 除了是那個所謂 在這個政改之後 那個超級區議會 我有權投票之外 其他傳統的功能組別 其實抱歉 我想投票都不能投票 那我怎麼參與呢 或者說回那個 那個功能組別 全香港人頭那個 超區 超級區議會 其實我上次的做法 就是跟選舉主任說 直選的票我拿 但是那個超級區議會的票 我不拿 然後那個選舉主任 跟我登記完之後 再三強調告訴我 你現在不拿 一會兒想再拿就沒有了 那我明白 2112年你已經不拿超區的票 對 沒有拿到的 最後是他登記完之後 就說 你自己放棄權利 就不是我們不讓你投票 還有你很清楚明白 你簽了之後 你回頭回來說想拿都沒有了 然後就說明白 簽了 那次就可以不投不拿了 這個經驗也挺有趣的 其實是可以的 所以其實你覺得這個功能組別 都是應該放棄的 是嗎 其實這個是一個 我覺得是教會的見證 就是告訴別人 其實我們是應該 不應該去參與這個不公平的選舉 就不要說 你基督教十席 你就說不參與 但是轉個頭 你自己去投這個功能組別 就是超級區議會一個又參與 那是否雙重標準呢 我覺得其實 其實基督徒可以做這個見證 說我不投這個超級功能組別 都可以的 Kennie呢 Kennie你怎樣看 我覺得他這樣說 有一點 場景不太對應 那麼這裡 現在說的是 基督教選委的實質 就是教會整體 應該去投票 就是做這個投票 但是如果他提到 基督徒個人 應該參與那些選舉 即是功能組別選舉 或者基督徒投票給那些 就是拘選那些 那些 我覺得那個層面 可以有個人的身份 即他有不同的身份 他有基督徒的身份 可能他是一個選民的身份 公民的身份 或者有其他專業的身份 他都可以用這些身份來去參與 在這些選舉裡面 那我們就不可以這樣套下去 就說他有基督徒的身份 所以他就不應該這樣 當然這是他自己的選擇 但是也有不同的角度 可以去理解 所以一年這樣提出這個論句 我覺得他好像不太 完全適切 去對應到那個歌 這樣就說了 當然那些問題可以再討論 但是我覺得 他的問題有少少少 不太對應 就是硬硬來拉一個這樣說 阿Ben呢 這個 其實我覺得 如果要拉過來說 其實我覺得 都是一視同仁 就是立法會的功能組別 其實這個界別 我覺得應該是存在的 因為選出來的議員 其實是做過甚麼 代表他的業界做過甚麼 所以我也是一視同仁去棄席 但如果你要問我 我先結論說起 這三件事都不應該存在 我意思是說三件事 第一 第一 就是傳統那三十五席的功能組別 第二 就是上年剛才新增 那五席的超級區議會 第三 即是現在我們講的 教育那十席的選委 這十席 我覺得這三件事都不應該繼續存在 但是那個解讀有少少不同 第一 先說回傳統的功能組別 他在說三十五席 總的選民的基礎 只有那幾十萬人而已 而他所選出來的三十五席 基本上已經佔了整個立法會的一半 亦是令到政府很容易扣過這些議席 控制了整個議會 有些界別很離譜 我們經常知道 如漁龍街 漁龍街說的選民只有那幾百人 那就已經選了一個一席的立法會出來的 跟我們所謂地區選出來的票席 是一樣的 而在講基督教的選委的時候 因為這是我們直接基督徒可以參選 或者可以投票的 這是一個主動的方式 我們現在不要放棄的時候 我們基督徒可以主動放棄 在一個直接的觸擊 所以所謂不合作運動就是這個 但是 坦白說 全港的三十五席 我是沒有份去選的 也沒有份去參選的 所以沒有說是否杯葛 我是沒有去選的 沒有參選 沒有說是否杯葛 至於 剛才我過了 那五席 剛剛是上屆 才新增的超區 如果你問我在2012年之前 我都可能會回答 會進去投票 但是 經過了四年 我覺得進去投票 都無謂了 那時候我想法是這樣的 因為大家都知道 那五席 就是比差不多 接近一人一票都可以選到 只要你不是那幾十萬的 功能組別 你就可以去投票 這樣 也不錯 我會發覺很多人可以投票 但是 也沒有忽視 它的參選權 其實是剝削了的 它只能夠給 當時那四百個區議員 可以有份去參選 而且誰參選 不是說四百個區議員 都是參選的 因為你每十 你只能夠拿到 十五個區議員的提名 才可以得到 這個參選的資格 但是 拿十五個 原來是很難的 我們看看上屆 是只有 民建聯 工聯會 民主黨 民協 能夠去 拿到這些 足夠的提名 回他們人 基本上就是一個小圈子的提名 只不過 給你們 好像一個一天一票 去做 去選出來 還有 當時 支持這個方案的 民主黨 提倡的說法 就是所謂 量變就側變 現在我能夠 加上這五隻 就令到 原本地區那三十五隻 加上這五隻 咦? 那就超過一半了 那個數量 是多了一個民主成分 我可以帶來議會 那個質素的變 但是經過四年之後 你們 見不見到 這個量變和側變? 你見不見到 哦 他說漏了一件事 就是 這個 立法會的投票 是分組點票的 就是 就算 有時候 有些議案很荒謬的 明明 贊成的人數 兩邊加起來 是超過一半的 但是議案 是可以被否決的 就是因為這個 分組投票 因為只要 這個 建制派 只要在功能組別裡面 就是穩住 去過半數 現在三十五 即是十八個 的議員去反對 基本上 任何 所有有利民生的議案 都會過不到的 所以 基本上 你是怎樣 加多五個位 你就想 所謂的 所以 在這個 分組點票裡面 拿到 足夠過一半的票數 這個是沒有可能的 所以你問我 現在就覺得 所以怎樣兩邊 怎樣側邊 根本就沒有可能 超得過 只要建制派 如果不是輸到 即是不要輸到 少過十八個 建制派 原繫功能組別 基本上 他們做什麼都可以 所以回到一個題目 所以回到一個題目 就是究竟 這十個是怎麼放棄 是應該的 如果以同一個原則來計 究竟立法會 無論是傳統 和這個 新的功能組別 超一派議會 我就覺得沒有需要 繼續存在 這個就是一貫 這個就是很一貫 比起我們那天 在十七號諮詢會 聽過的保值的意見 兩位都應該覺得 有道理很多 起碼不會說到 一眼一忽 這樣 好 這樣 其實 現在我們 其實上個集 都宣佈了 我們就會 搞一個一人兩信 撐棄席的行動 話說 在那天 那個諮詢會 有一位姓歐的牧師 發言的時候 就挑戰我們 就說 今天 這個諮詢會 他都是 只有七十幾百人出席 沒有理由 根本是一個小圈子的討論 沒有理由 將那天的討論結果 就決定棄席的 沒有理由的 其實我在發言 我回應的時候 我就說 是 你說得很對 今天真的是一個小圈子的討論 所以我們要做些什麼呢 我們將會發起一個去送的行動 現在就是一人兩送 去棄席的行動 Eric 給你跟我們介紹一下 這個一人兩送的行動 是什麼 和什麼運作 所謂的一人兩送 我想說了第一個信 簡單一點 這個 基督教協進會 就是負責交這十個人的名單出來 選或者協調 有什麼都好 第一信當然是被基督教協進會 大家可以寫信也可以 Email也可以 總之 給他多一些數量看 其實這個不是一個小眾的意見 是一個 佔多數的基督圖的意見 讓他知道 不只是那天 一百幾十個人的意見 如果有幾萬 甚至十萬個 我相信他都很難說 這個不是一個主流的意見 這是第一封信 第二封信 就是給一個基督教協進會 組成的基督教教會 聯會 會員的教會 會員的教會 和機構 是的 機構 又是給一些信 如果你是那些會的成員 教會的信徒的話 在你自己的會裡面 又是給封信 Email 表示你是支持棄席這個立場 令到他們都覺得 除了基督教協進會之外 其實原來我教會 或者屬會裡面的信徒 都是支持這個棄席的 我們稍稍讀一讀 究竟基督教協進會 有什麼主要的教會機構 包括香港中華基督教會 香港信義會 香港秦道為你聯合教會 香港聖工會 香港崇禎會等等 補充一點點 為什麼要做這個動作呢 因為其實在諮詢會過天 他們的總幹事 和蒲木都說過 收集了意見等等 他們將會開一個AGM 以及由他們的會員教會 就是剛才Erik讀過一堆會員的教會 和機構 大家一起開會 去決定 究竟接下來這屆的選委 是怎樣搞的 所以我們除了要去送給協進會之外 同樣都需要寫多一封信 如果聽眾 你可以看現在顯示的網頁 你會看到這二十幾個不同的教會機構 假如你是這堆教會機構的會友 或者是成員 麻煩你寫多一封信 一人兩信的去出繩 要棄直 做這個動作 其實我們上集 都已經進行了第一國的呼籲 不過我很抱歉 因為我們有某些行政的原因 就沒有把這個貼文 很總時地在我們的Facebook 貼文出來 現在就應該會貼文出來 是不是Kendy 差不多就可以了 最後也有一個小小的宣傳 好 我們4月28日 即是接下來這個星期四 接下來這個星期四 就會舉下一個 叫做新主持試咪兼參觀日 主要被一些有心 有興趣 去做主持的聽眾 朋友 來參觀我們的錄音 是的 因為我們的Facebook專頁 其實幾天之前 都已經發布了一個長城出來 因為我們都希望 有更多的特殷姊妹 加入我們的主持行列 其實不止主持的 很多不同的崗位都需要人 不過今次首先 專門針對主持的 你可以去看我們Facebook 有一個連結 填了資料 然後把你自己 兩分鐘的聲音介紹 E-mail給我們 收到之後 如果初步篩選 就會安排 這個星期四晚的錄音 你可以實地來參觀我們 怎樣錄音 以及會有一個試咪的時間 我們希望在北九將來 可以把我們主持的陣容 再去加強 這樣 沒錯 可能有不同的主持 會有新的火花出現 沒錯 好 今天節目又差不多 多謝Kenny 以及Ben 遠步而來 今天 是 好 最後 不如Eric 跟我們有個結束的祈禱 好 請你們 跟我們今天一起 有做節目的時間 一起去探討 究竟我們 應不應該支持這個 棄直嗎 或者一些 我們而引伸到我們 怎樣去做好我們的見證 或者 要用怎樣的態度去詮釋 我們信仰與我們現實 生活的一些關聯 帶給我們一些反思 讓我們 真是可以成為這個 香港這個時代的 光明的明燈 去指引 照亮 一些 信徒 或者非信徒 讓我們 所做的 亦都在 神力面前蒙月立的 我們祈禱 封出來 松明自祈求 阿倫